被受瞩目的香港47人案 今天正式开审 一共有47名曾在两年前 组织非官方立法会初选的民主派人士 被控串谋颠覆国家政权罪 这也是港区国安法落实以来 规模最庞大的提控审讯 领诊过程预料将会持续超过4个月 一旦罪名成立 被告有可能面临终生监禁的最高刑罚 在开审之前 有大批民主派支持者聚集在法院外声援 同时也抗议掌权者铁腕镇压 呼吁释放所有政治犯 大批警力则在旁戒备 根据报道 受审的47名被告来自不同的领域 包括法律学者戴耀廷 前立法会议员毛孟静 左翼政党 社民连领袖梁国雄 以及学院出身的黄之锋 以及曾敖辉等人 值得注意的是 其中34名被告遭到未审先扣 已经长达两年 少数获得释放的人 也被当局严厉限制自由 另外16个人选择不认罪 尽管被告们坚持只是透过初选 为正式选举铺路 然而北京方面却认为 他们有计划推翻香港政府 这边是否有计划推翻声 要计划推翻 您向上推翻 而且越前协认 那边的存在 息子 这边有最大的 描手 1